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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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白色恐怖一系列的時間 然後我就覺得怎麼會有人 因為那時候我要推到 那時候就是那時候發生的時候我很小 可是因為那個媒體的那個 那種報導的方式 我會覺得好像是覺得說這個人 就好像覺得說這個人瘋人嗎 或是精神異常嗎 那時候我很小不懂事 然後我只是覺得說 可能就是偏激分子之類的 包括那個婉禎之類的 那就覺得好像是一些報名之類 可是我會覺得上禮拜 我看到那個新聞之後 影片之後我心裡很難過 然後我就覺得說 因為你處在現在的這個環境裡頭 你不可能 我還是覺得沒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又包括我前幾年 就是在某一所公立高中 然後我只是一個派遣的一個工作 那可能是跟某個教官有一點摩擦吧 他居然跟我說 學校是我管的 你不要隨便去 呃 採訪學生 因為我要做一個影片嘛 那可能就是動畫裡面需要 我希望 這是我希望的 就是希望加入一些就是那種 學生的一個會 一個訪問會比較趣味性 然後因為可能那時候 接近大學聯考了 沒有不是大學聯考 就是 呃 學策快到了 那 他就會阻止我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但是我會覺得說 他講這句話 我會感覺 真的沒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 因為到現在的教官居然跟我說 學生是 學校是常管 對 我就覺得說 我很 我很難受就是說 你的 這個 體制裡頭有一種階級的成分 你是誰啊 老師也會覺得說 你是誰啊 你怎麼可以去採訪學生啊 學生是我的 又不是你的 那我 我只是感嘆說 真的沒有百分之百的自由 就是你的言論 你到哪裡 你都會受到那種體制上面 你到任何一個公司 行號 還是會有這樣的一個 陰影存在 好 是 是 現在 還可以拍手了 呃 剛才我自我介紹的時候 我就 我有講說 我想問你在場的人 呃 台灣人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今天在多大意義上 鄭蘭榮還在台灣 我認為可能 鄭蘭榮還在 在場的 這些台灣人 心裡面 但是 在多大意義上 還在 大多數 整個 所有台灣人心裡面 呃 我就認為 我認為 現在 現在 台灣人心裡面 還有 有對 這個政權的恐懼 也就是說 言論自由還沒有在 台灣完整的世界 從 從今年的 一月份的大選 呃 各位 應該就可以看得出來 所以 我認為 還沒有自由 或者是沒有完整的自由 在今天 台灣 剛才 剛才 蘇敏教授 有一個問題就是 呃 鄭蘭榮先生 會不會 參加民進黨主席的選舉 會當選嗎 會不會當選 呃 我 我 結論是 根本他就不會參加 因為 因為我想 在今天的 台灣 體制外的力量 仍然沒有起來 或者是說 在 某一種 某一個時段 體制外的力量 也就是台灣獨立的力量 台灣獨立建國的力量 就已經結束了 特別是民進黨進入這個體制那一種 之後 當然現在可能還有很多 比方說生力的團體在 體制外 還在運作 但是他們的力量 還是在那裏 沒有 多大的 掌勁吧 謝謝 好 雖然鄭蘭榮的事情 他自訪的時候 是我的 青壯年 詩琴 呃 他 我對他的了解 他以雜誌書寫 實際上他是享受著 言論自由 那我要 提出的是 他的言論是什麼言論 如果 他說的是 中國是吹喇叭的言論 他需要那麼苦嗎 他需要制魂嗎 那 在一個 活在一個 禁錮下的 知識分子 他 所做的言論 其實 剛剛有人提到 把它歸屬於 對抗 不公不義的 批判 那 我 自己在誠實的是 當下多少人 在執行 這樣子的言論 非 吹喇叭的言論 你有在執行嗎 你敢執行嗎 那 如果說 呃 只是 暗自哭泣的聲音 對於這個 政治的不滿 公共事務的不滿 那 我們應該發出 什麼樣的言論出來 我想這是 我自己的思考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說 我最近 因為選舉後 又聽到 馬英九他講的 我們贏了 讓我思考 那我輸了什麼 所以說我整理了這份 出賣台灣奈何 的言論 謝謝 謝謝 等一下 第二輪來 基本上 大家好像覺得 今天台灣 台灣沒有想像的自由 然後 其實也是 發落我們那個問題啦 就是說 那怎麼讓台灣有更多的 鄭南榮 讓我們可以有更多的自由 清華兄 這樣講 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 首先我們要定義說 什麼 什麼是鄭南榮 你用 你這是一個 一個人格狀態 還是 還是 對於 對於 所謂 人權追求 的 這樣的一個 一個 有方法的人 或怎麼樣 我必須這樣講 首先 而且這個是我大哥親手 親口告訴我的 現在這樣講 其實這個 這個話 我跟我大嫂 講過 兩三次 那個是在 他制魂之前 幾乎是一年之前 他說 終於有一天 為了抗爭 必須要有人 燒掉自己的身體 去做表達 我當時 跟他講說 需要做這些事情嗎 他只淡淡的回答 說 需要 接著再講一句話 他事情要做的時候 我們 他不會講我 他說 人應該只要求自己做 他也不講我 他不講我們 他說 人應該只要求自己做 不可以要求別人做 好 這樣 就做了一個段落 等於是兄弟之間的對話 所以 我們其實 以家族來講 好 蘸立法治魂到現在 我心都還很痛 因為我們認為 應該要那樣做 就是 做那樣動作的人 一個鄭南榮 是夠的 可是回到我們 日常的社會生活裡 你隨時可以扮演鄭南榮 但是不必用他的手段 不必 好 我猜我剛剛講 連小學生都可以扮演鄭南榮 關鍵在於 我們怎麼講 怎麼想 還怎麼觀察這個社會 怎麼突破競技 那最近 我開始跟 鄭南榮基金會的 同事們 因為我在那邊當義工 剛剛我也跟蘇炳 跟蘇炳的這個朋友們在聊 說 事情太多了 然後呢 現在的政府 他很懂得 泡議題 讓你來不及 去抓住一個議題 好好去撥倒他 他是一個接著一個 那你是被他牽著走的 可是如果我們從 所謂的言論自由 這個已經被模糊掉的 一個名詞 延伸到 所謂資的權利 你到底有沒有真正 作為一個 現代化民主國家的國民 你有沒有資的權利 你在教育體系裡 你所受到的 教育 教材 是真的你應該知道的嗎 你在 媒體 所受到的信息 是你應該知道的嗎 還是都是一些垃圾 對不起 只不過在場有媒體朋友 我很抱歉 這麼講 你在 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 國家有國有資訊體系 國有的資訊 有給你 你應該知道的事嗎 為什麼他可以 突然就來拆你房子 而你不知道 你的權利 其實已經早就被掏光了 就這三個方面 我們一輩子都做不完 那不要講說 還要討論其他議題 所以 如果 我們在 討論說 我怎麼是 看這個社會 還沒有 更多的正男容 我只能講說 不必去扮演 萬能的正男容 或者是 這個 不怕死的正男容 不必 只是在 你在 考慮在某一個議題上 深思熟慮自己 資的權利有沒有被侵犯到了 開始發出聲音 不必透過現有的 所謂的媒體 光鮮的媒體 現有太多的手段 你可以發出信息 像今天這種場合 也是一個手段之一 盡量發出去 信量 信號盡量發出去 那 反正 這個曾經有人 也有小水滴理論 一滴一滴的水 到最後就變成 一個大水庫 就是這樣子而已 林毅雄先生也曾經講過 這個 印度的 這個鳥兒 怎麼去 想去 用嘴巴去 湖邊 顯著一滴一滴的水 要去魅火 同樣的理論 就是 透過今天 你所有的手段 其實 這個在茉莉花革命的現象 已經出現了 已經有了 台灣 如果要模仿 茉莉花革命 其實很容易 因為我們的工具 其實是 夠發達的 比起中國來講 我們已經夠發達了 怎麼可以 這麼樣的貶低自己呢 所以要扮演這種 很簡單 隨時你有意見 注意 不要侵犯別人的權利 負責任的發表言論 講出來 開始引起人家的注意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才有那麼多的協商 站到王家 去 保護王家 這個現象 如果一而三而去 演 就是 去 表現出來 展現出這樣的一個力量 我們就開始 開始討論 到底這個力量大了 還是議會的力量大 好 就是說 言論自由 其實最後 真正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滿足國民資的權利 那 既然今天言論自由 好像 大家 不過很多人還是覺得沒有 但是 這個東西有沒有好像 變成一個要辯論的東西了 那不如我們就直接來追求資的權利 清華新聞意思是這樣 那那個執行長呢 蘇平是最後的問題 剛剛好像有三位觀眾有 累積了三個問題 又加上 清華報作的問題 那應該先回答哪個問題 沒關係 看你 我們是很自由的 我從前面 講 剛剛這位小姐 其實 我們在相處之間可以發現彼此的恐懼 那那種恐懼怎麼克服 其實 是蠻大的挑戰 那照我來看呢 鄭隆隆 提供了 這個人做的事情 提供了你不必恐懼的道理 你如果 你如果一直在恐懼中 什麼事情都不用做 那這個也是戒嚴時代給我們最大的教訓 已經恐懼了四十年 還在恐懼 那這個正好 這個正好是政權最好應用的一個方法 戒嚴時代就是不斷的應用人的恐懼 來欺壓人 不是這樣子嗎 然後想 台灣 如果要真正轉型正義進行 要進行 照我來看都還沒有開始進行 因為一個從來沒有對過去負責的政黨 那我們再選他 這表示我們整個社會整體反省有問題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那種恐懼 不會是只有在你我身上 在很多受難者身上 到今天還是有 但是也有很清醒的受難者告訴我說 他國民黨現在犯罪進行事情都看不出來 他的話你知道他在說什麼 所有的法律都是 就是為了鞏固 這樣的政黨繼續活下去 那人民只有遭殃 再讓他看國民黨是繼續在犯罪中 那這樣子 問下去的話 事情大條 可能歸罪到憲法 整個法律底氣 都是問題 好 那現在我要反過來問我們 活在台灣到底有沒有自由 是不是真正民主國家 我們連處理過去的所有的不堪 都沒有那個能力 我們還有能力面向未來嗎 這是我在參與這麼多白色恐怖的採訪 給我一些警惕 第二個說 剛剛這位先生提的第二個問題 是不是 我覺得台灣真的要從 不要從更早 從晚間的正當農那段時間的歷史去 學習 那個名氣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每一個人都掌握了他的 能量 他應該要做什麼 街頭 時間一到 民進黨很清楚啊 時間一到就是會有那麼多人來啊 他已經抓到那個主題 那我想今天的政黨 好像都抓不住主題 那都是用動言嘛 講法都是用動言 那怎麼動言 動的來都是 不知不覺 或後知後覺 不一定是真實 想來 付出 那這個是我們 真的 民主會不會倒退 在我們這個時代 可能會比 鄭南龍的時代更嚴苛 照我來看 如果我們一不小心的話 我現在回答是不是太久了 沒關係啊 暫時 暫時會點 暫時這樣好了 好 那那個 竹美 你可以來談一下恐懼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 有那些感受 就是 有感 是第一步 因為才知道 知不足 知道不足 才會想要去 知道更多 然後 回應到前面 知的權利 可是你現在有知的權利 可是你知道了什麼 像現在即便是我 我也覺得我 知道的不夠 那我知道的是什麼 對我而言 什麼是真實 那 了解 知道了解 然後 思考判斷 才會有後面的行動 這應該是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我會覺得 其實 目標是什麼 或者是 那個目標有沒有一個盡頭 可能那個目標 不管是10年後 20年後 它也不會有一個盡頭 你看 國外的社會 也好 其實 他們 所要追求的東西 每一個 世代或 每一個10年 20年 永遠都會有那個目標 所以其實 民主 是一個過程 然後 民主 當然它也是一個目標 但是它可能重要的是 中間那個 不管是輪替 或者是社會之間 互動的那個 過程的品質 可能 對我自己來說 那個 現在的 我是這樣子理解 這一些事情 或這一些現象 謝謝 你恐懼過嗎 如果要 分析起來的話 自己嘗試著分析的話 即便現在站在這裡 或者是 回頭看以前 小孩子的 恐懼 跟小孩子的感受 或是我 我站在這邊 我認知到的恐懼 作為一個家屬 我覺得 就我來說 為什麼 20週年 那時候 我記得是 應該是在 冷漠那時候 舉辦一個 音樂會的一個活動 那我那時候 情緒非常激動 那往往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即便自己覺得 都過了這麼久 還是會很激動 可是 那也許是某一種 恐懼 應該 要怎麼說 我會想說 如果以我個人 或我們家庭 受到這麼多關注的 以1989年那個時候 受到這麼多關注 然後 2000年到2008年 其實我們 所收穫到的 資源或關注 是非常大了 我們都會有那種 沒有辦法 講出來的感受的話 那我更沒有辦法去想像 那些 白色恐怖時代 或甚至那些沒有名的家屬們 或是那些受害者們 他們的感受是什麼 那我想這可以回答到您的問題嗎 就是說其實 那妳的觀察 是不是跟我一樣 我覺得 會 因為人逃避 令你感覺不快的事情 就是本能 就像其實 我想我跟我的家人 或我叔叔 如果不是透過今天這樣的聚會 我們有些事情是很難 就我來說 是比較難 這樣子去做一個分析 或這樣子的談論 因為我們的 1980年代到現在 這樣的過程 也許沒有那樣子的氛圍 即便是 像我這個年代 是這樣長大 或者是 以大家來看 受到非常多關注 可能 某種 家人之間的那種談論 也是 沒有辦法去講的 了解 清華兄是不是要補充一下 我想補充一下 就是 談到那個恐懼 懼怕的事 可能大家 如果讀過 曾南龍的一些資料 大概知道 曾南龍其實從小 從胎兒時代 就在恐懼中 成長的 那是因為 他就是 他媽媽是懷他的時候 是在 二二八 發生的時候 那中間 當然還有很多故事 其實那個年代 對他來講 他 經常講說 二二八給他一輩子都帶來困擾 那就是因為從媽媽的恐懼 還有 出生之後 從媽媽口中告訴他 那個年代的恐懼 他所帶來很多 很多這個 這個 恐懼的狀態 但是 對曾南龍的身上 我們印證到一點 恐懼 讓人產生勇氣 這個就是 一個很典型的轉變 那如果你問我本人 我有沒有恐懼 我有時候常常開自己玩笑說 我最恐懼的事情 是我沒有恐懼 因為那個什麼 你說 違揮作歹 才會沒有恐懼 你會有恐懼 就是 至少 你隨時要 要評量自己 你到底有沒有做錯事啊 那你不是在評量自己的時候 別人是不是會害你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這個社會 沒有錯 是經常要注意 你要注意的是 可能別人會害你 所以我們以前 在那個年代 既然年代 很多人參加共產黨 在台灣啊 都是在警備總部裡面參加的 因為就是 逼共逼到你 最後你就變成共產黨 這個確實 事實就是這個樣子 那 如果到現在 你說沒有恐懼嗎 我想 很多人大概沒有辦法 斬定接下來說 我現在這個社會沒有給我恐懼 我覺得非常的自由 非常的有尊嚴的活著 大概很難 現在目前 這個 我覺得 唯一還沒有恐懼的人 大概都是 出生的嬰兒 他們還沒有知道這些事情 你們坐在總統府的人 都覺得很恐懼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他每天都有那麼多事情要環繞 OK 可是我必須強調的在這一點就是說 恐懼有兩面 一個恐懼是讓你圍會作膽 一個恐懼是讓你產生勇氣 那在台灣的社會的演變裡頭 絕對絕對 絕對 讓恐懼產生勇氣的這些人 不幸的都很多被 都被迫害 那 因為這個樣子 讓我們慢慢發覺 因恐懼要做 會做而越來越多 那這個是我們很感慨的 所以如果要講說 我們可以在這個社會裡取得 因為恐懼要產生勇氣 產生 善良的勇氣 願意 加入 行列 一點一滴 改變這個社會 恐懼是好事情 謝謝 謝謝